巴拉 啊! 返路啊! 其實你是不是想做導遊呢? 嗨,我是乙仔,欢迎来到P仔乐园 今天我们要走的山路是东河湾,位于西红 我们稍后会去乘91号的巴士 这个行程其实是不难走的,只有三个星 很容易走的 有点辛苦,因为我们要有很多梯级上落 但是过了之后就会很轻松 事不宜迟,我们先去乘车 是这条路线了,先去等车 我们今天是会乘1.5的车 竟然没什么人,挺好啊,不觉得 但其实今天大年初二也有很多人走山 到时应该会有很多人 我们由91号巴士站乘车 就会乘到戴亚门站下车 好,下车了,91号的站口 这个站就是戴亚门站 回旋柱附近吧 我们走去 看到一块牌的就是清水湾郊野公园 那我今天同样都是有朋友陪我的 Matthew啦,另一个 Thomas 我行山很少一个人的 因为行山一个人有点不安全 好,我们走吧 大家要记住,当中因为是没有補给点的 所以大家需要自己去带这个水源 食物的 在这些比较清爽的时候 今天是大年初二 也不算很热的,纯粹有点晒 那应该一只或者一只半水就够了 那应该 其实呢,大家可以从镜头当中看到 这条路走的时候呢 那些树做出来好像有一个山洞 也挺漂亮的 好,快点回去,安全点 哇,好厉害啊 我看到有人穿牛仔褲 还要穿一些好像拜年的装充去行山 好强劲啊 他们一定是老手来的 还要穿棉外套 太强了 我们这些一定是轻便装 哇,好厉害啊 恭喜快乐 哈哈 恭喜快乐 恭喜快乐 OK啦,他不想说发财了 更好 嗨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他說中文,我要說英文 很搞笑,我的外國人來到香港 其實他們是很友善的 大部份,當然 也會特意去學一些廣東話 跟我們說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其實是真的 入鄉長續做得不錯 所以其實廣東話是挺吸引人家的 我們覺得 也是我們香港的一種言語的特色 希望這種美好的特色 全世界繼續去接受 繼續去欣賞、去保持下來 大家再來香港的時候 也會看到香港是有香港的特色 而不是香港好像變成一個機系化的都市 所有東西 去歸一去到另一樣的文化裡面 那就香港就不再香港了 好,我們繼續去逛 好了,來到這裡 各位朋友記得留意一下 我們準備要轉彎 即是過左邊對面的馬路 現在有輛車走進去呢 我們就要走那裡了 好了,這裡就是有張地圖的 大坑敦小巧地點 清水灣街的公園 我們稍後也會在這裡 去接著走第二段的路段 我們來到這裡稍作結識 好了,第二部分了 第二部分其實我們為何要停一停呢 因為其實看到這塊牌之後 我們本身也是應該要走左邊的 對了 但是為何我們剛才不走進去呢 是因為 右邊這裡呢 沿路直走呢 是有洗手間的 那大家可以在這裡 去一去洗手間 原來還有也有小食停的 都可以稍作呼吸 那當然啦 最好自己帶水進來 因為是比較貴的 好,我們沿回我們要走的 龍蝦灣的路線去走 就是剛才有輛車進去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轉進來之前呢 有輛類似金色的車的嘛 那那個地方轉進去就可以了 好,我們走吧 那這裡呢都會有個地圖的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呢 就是這個位置了 KK 2020 675 那我們要走的路線呢 由這裡開始的 接著就會經過這裡 這裡呢 大嶺洞 那走一走 右邊 就看到這個 青水灣街的公園 那我們繼續走一走 走到 經過左邊 應該是最高的山頂位 這個位 對 接著我們就會走一走 走到我們想要去的目的地 就是龍蝦灣就是這裡 好,走完之後呢 我們又會回到另一邊了 但是這裡呢 其實青水灣街的公園 其實也挺漂亮的 那其實裡面呢 也有些樹木研雜徑啊 等等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看看的 是值得一走的 那因為由於我們的時間不多 而且我們等下應該不會 由這邊回來的 我們不會沿路回來的 所以我們這次呢 就應該未必會拍到那裡了 有機會了 我們再開團 組一下團 再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拍一下這裡了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龍蝦灣 我們繼續走我們要走的道路了 這裡呢就是不斷有樓梯走的 所以這裡是有點挑戰 還有有點累景的 但是走完這裡 一上到頂呢 幾乎可以告訴大家 之後的路全部都是很輕鬆的 那就捱少時間吧 很快就過了 來到這裡呢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 少少啦 是一條 真是長命車 你可以看到 少少很遠的停車場 好 我們繼續走 好 走到這裡呢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用了 大約五分鐘時間 當然啦 有點急步的 我已經喘氣了 好 我們繼續走 咦 看到好像好像平頂的物體 是不是山頂 不是 還有一段路的 只是看到有少少平路走 如果你真的想休息一下 這些位置都可以的 有少少樹蔭啦 遮一遮 但我們就要為了拍了 所以 沒得停 繼續走 努力 已經去到頗高的位置了 繼續走 是差不多到頂了 大家可以看到山頂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走得快的話 這條路十分鐘左右 或者多給五分鐘 即是兩至三個字 十至十五分鐘 你就可以攻頂了 如果我沒有看錯頂的話 戴前看這個 好 繼續走 沒什麼氣了 好 來到近乎頂位呢 這條路呢 是比較平的 即是沒有那麼多連續級了 開始有少少級 然後斜斜地地走呢 即是告訴我參加工頂 讓大家看看 要生一下熱 因為太熱了 GoPro也頂不住了 這麼熱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 我想十至十二分鐘 它就會提示過夜 跟著使用關機 所以 沒辦法 我們要休息 焗住休息 繼續走 一會兒 我想 雙方應該不用這樣 那次我們去的話 冷到這樣 開不了機器 冷得太冷了 你看到這些有木板的梯級呢 即是說 頂位前頂 最好點的了 走完就到了頂了 來到這個標去處 C3201 即是說 我們 筋斧 其實已經可以叫頂了 去這個位 去上面的頂位先 有隻好像沒有開屏的孔雀 的孔圍 正在等待著我們 我用眼睛看好像 鏡頭看不知前面 看到頂了 看到頂了 看到樓柱了 頂了頂了頂了 好開心 接下來的路 全部都可以走的了 太好了 就是這裡了 好 這裡就是 它最頂部了 在這裡當然要休息一下 自拍一下 一下前腳 你不知道意外的東西 都蠻大毛 都蠻漂亮 聽到一些 有些不應該聽的 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拍攝的地方 你已經 即時有庭去一起拍了 那我們等一下也拍一下 好來到這裡 沒理由不拍一下 我不知道拍不拍到 好像拍自己很奇怪 先拍一下其他 有人說拍他 好 好 所以行山之後 應該還是比較好 好 好了 給大家看看我的蠟燭之地 是很安全的 一下去就 拜拜 我想要來到 現場 你才感受到 安全氣氛 多麼危機 好了我也不知道 用什麼角度在拍 好 let's go 剛才我們右邊 就拍一下風景 可以走淺 有一個石崖位 可以拍得挺漂亮的 拍完之後 我們可以去另一個地方 也可以拍照 我們繼續往前走 下一段路仔 很快而已 來到這裡 也可以拍到西貢的位置 的一些景 那今天呢 因為都 都算大霧了 或者可能我們的地方 比較高 拍出來就不太清晰 但是整個景 其實很漂亮 拍完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在右邊 走一點點路 可以拍一拍的 這裡 小小暖石裙 很多人都在這裡 銷片的 有興趣都在這裡 拍照 打卡 看看牛年一下的吧 好 這裡呢 有塊石呢 都很多人拍的 嗯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特別的下相 這裡是非常之多位 都是可以拍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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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的時候呢 因為它有一些木板 擋住它的沙石 讓它沒有碎石位 可以聚到變為梯級 但是有時候也很激 不是很習慣 先看看 所以下山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了 風是比較大的 不過放心 如果是天氣熱的時候呢 其實一件衣服 快乾 都是足夠的 因為很熱的行動 好 我們下山了 沿途下山 大家可以不斷地拍照 因為真的非常漂亮 下面這個位置呢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就應該是龍蝦灣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像龍蝦呢 這裡呢 沿途呢 是有一點點分岔路的 一條小路可以下去的 就是這裡 右手邊 但是我們會走一條大路 就是左邊 那邊呢 沿途呢 你看到也挺漂亮的 好像有一個中間 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在海的中間呢 好像有一條線的物體 看到嗎 那條線究竟是不是因為潮漲呢 還是因為有污染呢 真的不知道 好可愛啊 各位 海底下面有一些 礁石裙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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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走回大路走的 沿途繼續走 好 我們來到另一個標距柱 3202 好可愛 景色是這樣的 好 繼續走 啊 搶路啊 其實你是不是想做導遊呢 對啦 很厲害啊 小Q 大Q 好可愛 好可愛啊 好可愛啊 我們沿途走的時候呢 看到這隻狗仔好可愛啊 你看看牠 不停地引路 終於有機會過去了 八哥 八哥 八哥隨意點什麼呢 八哥隨意點什麼呢 就是八哥隨意點的地方 既然啊 好啦 來到這裡呢 你會看到呢 是走向另一個山的位置的 那我們 都是沿途走而已 下的時候呢 是會有體級 總算是有安全的位置的啦 好 我們繼續走啦 好啦 這裡看呢 一看下去呢 整片好像草原的物體 其實是很舒服的 一路行 還有這條路呢 是平路來的 所以這條路是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舒服 嘩 真是 太重要了 你說三次了 曬下來都舒服 這裡看回去呢 又是很漂亮的 又是一個拍照好的地方 右邊呢 就沒那麼漂亮了 左邊不過 真的有一點背光啦 但是 掃畫相機是OK的 好 繼續走 另一個位置 對啦 跳過去出來 C3203 好 要走了 走 到這裡了 这里是哪里呢? 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我们继续走 Maphy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哪里? 不知道 这里是一条小路可以走到哪里? 咦?我好像看到 刚刚路过的小程那一堆 烧了蟹丝 还是打人家呢? Hello 又见不见? 下面是否来虾湾呢? 有个营地 挺过人 好,我们继续走 拜拜 拜拜 哦,原来在正前方龙龙虾湾 我们先看看 但是看不到的 我们走到过去再拍给大家看 好,又来走到另一个标渠柱了 走过去拍一拍 C3204 叉叉 继续走 来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有马场了 很明显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马术训练场来的 哇,对于马仔来说很好的环境 会不会分年出来呢? 这里的马仔是特别烈烈的呢? 我们可以越来越近距离 我们试试下来 再拍给大家看 好,下来 刚才我们走的那条 就叫做龙虾湾的交易 现在就是龙虾湾的旅游地点 左边是有托里 右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我们去一去托里 然后再继续走 好了,去完托里了 继续走先 我们去马术训练场 即我估计是训练场 那个地方走 其实很近而已 走多两步路就已经是了 这个行程很奇妙 不知为何这里的小情侣 好像永远都在我的前面 究竟是怎样走得比我更快呢? 哇,有马仔 不如去看看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 长期上镜的人 一个星期后就会上网见到的 拜拜 太上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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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到了香港少数的风筝场 龙虾湾风筝场 那这里一定要来看看 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带风筝 是由于我们时间不足够 否则呢,其实我们会带风筝过来玩一下 是非常之正的 那旁边也有一个石灘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好,先下石灘吧 好,看着吧 谢谢 那这里绝对是一个景点 其实挺漂亮的 照片来说 其实呢 我自己个人喜欢照片 就是很喜欢这些微距的那些 就是例如这样 如果那只公仔在这里 叮噹叮噹 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实也挺有feel的 那这个就是龙虾湾了 吹了一阵海风 那我们又继续启程了 去一个降风筝的场地了 咦?又是我的长期最害怕 所以其实 他收我广告的电影 哈哈哈哈 好难逼啊 你死了 你一个看我上去前面 也是我 其实他才是YouTuber 我自己没有上过镜 哈哈 拜拜 拜拜 我改名字叫霞姨 不再叫P仔了 好惨啊 好了,我们经过很欢乐的交谈之后呢 继续往另一个地点了 多谢刚才那位美少女 会在我们整条影片里面 带来一些女性的气质 要不然就 挺好吗? 我继续穿衣服的了 来到这个位置已经很大风了 感受到 所以 又看到风筝 就知道这里就是龙虾湾的风筝场了 呼 好舒服 原来刚才拍到有关于营地的地方 是风筝场来的 好 龙虾湾的终点到了 参观完这个风筝场 我们走了 那我们现在要回到的地方呢 就是刚才经过洗手间的位置 其实是由洗手间的左边的那条路 走出去的 有点隐蔽的 好,我们走吧 沿路走回去先 来到这里 刚才最近的牌位 其实有一个快捷的方法就是 这里直接转右 转出去 接着落一点梯级 接着就直接再转右了 我们走的那条是马行的路 嗨 嗨 那这条呢 就是经过弟弟提醒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马行的路了 嗯,很少那么近距离 闻到马的味道 看马 可以走的 会变得开心 有些这样的经历 还有一只 由头到尾 喂我们渡航的狗 又是他 这个是借贏的师傅 好 我们走了 那我们是要跟着 是不是走回这条路 我也是 但是 既然渡航犬都是这样走 我们就这样走 啊,看看一只渡航犬 都挺像 火鹰忍者里面的 奇墓卡卡西那一只 接着就应该在这里出了 是吧 出回去一个 真正车走的马路了 我们就直走 我们就直走 沿路走出去 一段时间 都不需要很久 我们就可以去到终点了 我们不如看看右边 拍摄刚才的龙虾湾 吧 可谓 应该是最后一次 这次的旅程里面最后一个回望 龙虾湾的位置了 其实龙虾湾挺漂亮的 挺舒服的 而且这条路真的不难走 是楼梯级 可能有少少吃力 过了那段路 其实就很舒服了 好了 那我们回到 我们要去搭车的地方了 好了,走到这里了 龙虾湾 龙虾湾有条斜路下去的 我们还是不需要去的 自己告诉你 差不多到 那我们沿着大马路 直接出去 我们在此点 下车的地方 那个回旋柱 即是 大坑 是不是大坑门 应该是 好了,那去到那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到达 我们要上车的地方 因为我们下车的地方 也是我们上车的地方 应该是在对面马路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总算有些行人路了 千万不要下了楼梯 我们继续走 好了,那会经过这个寺廟 那我们只是经过 不用转左 都是沿路直走的 好 这里其实就是 差不多到我们下车的地方 即是右边 那我们也是要转右边的 不过在对面马路 我们就可以上车了 那我们就准备要过马路了 搭回91 出去 这里前面就是我们下车的位置 我们要过那边 我们要过那边 YES 好,左边 好了,你会看到很入的地方 就有个巴士站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呢 那当然啦 也有时候有小巴 都可以选择搭小巴离开 那它的路线都是91 第一的了 大环头路 由这里 上巴士 好了,那我们整个行程的走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去分享 还有 有什么留言给我们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